今天用糯米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先放入400克糯米 加入清水 没过糯米 把糯米清洗干净 糯米洗干净以后 将里面放入50克红糖 再加入一碗清水 这样可以把红糖快速的化开 把里面的红糖完全搅拌化开 然后连汤带料一起倒入电饭堡 里面的水量要没过糯米 一个手关节的高度 这样水量就够用了 按上煮饭键 准备一个干净的食品蛋 里面放入熟的花生米 熟的白芝麻 再用擀面罐压碎 压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糯米蒸好以后 先放入盆里 用擀面罐把糯米捶一捶 里面没有太大的颗粒感就可以了 手上戴上手套 磨一点清水 这样也是为了防粘 抓上一坨糯米 轻微的团一团 再放入花生碎里面 把糯米完全裹上花生碎 擀入盘子里面 这个花生糯米团制作出来放在一起它也不会专联 看着外观就非常的有食欲 吃起来软糯香甜可烤 我们热着吃 凉着吃都很美味 也可以放在电瓶车上煎一下 今天糯米的新做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